好 今天就來總整理 10個iPhone16的爆料消息 今天影片會是一個爆料大集合的影片 那看完今天影片 你大概就會知道 今年的蘋果的iPhone16有什麼好期待 那如果你有聽到更多的更新的爆料消息 歡迎在底下留言區幫我補充 大家一起討論討論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 iPhone16和iPhone16 Plus的鏡頭排列不同 它原本是採取那種斜角的設計 但是這次改回去垂直的排列設計 剛剛看到10我就想說 哇這個不就是退步回去iPhone12的設計了嗎 但我仔細看了一下差別才發現說 鏡頭底部那個透明的相機模組的玻璃塊變小了 就跟iPhone12不太一樣 這次iPhone16變成類似要玩的這個形狀 那這次蘋果整個重新設計相機鏡頭的排列順序 應該就是為了之後讓iPhone16和iPhone16 Plus 可以拍攝空間影片 畢竟橫著拿石呢 要這樣肩並接著的排列 才比較好模擬你雙眼的視差 所以應該就是為了這個空間影片而進行的更動 然後再來 第二個爆料消息就是 這一次的iPhone16 Pro 和iPhone16 Pro Max的螢幕又變得更大了 這一次的iPhone16 Pro的螢幕尺寸 從原本的6.1吋升級到6.3吋 而iPhone16 Pro Max 從原本的6.7吋升級到6.9吋 Pro系列兩台機型都稍微長大了0.2吋 導致這四台機型的螢幕尺寸是完全沒有相同的 從最小台的6.1吋的iPhone16 到6.3吋的iPhone16 Pro 到6.7吋的iPhone16 Plus 到最大是6.9吋的iPhone16 Pro Max 說真的6.9吋這個Pro Max的大小 我覺得真的是應該會有點難負荷啦 就這個大小真的太大了 不知道拿起來的手感啊 還有它的重量是不是一般人可以扛得住的 那你有沒有比較喜歡哪個尺寸 你都歡迎底下留言 我自己覺得6.3吋就是iPhone16 Pro的這個大小 是感覺蠻適中 我可能會最喜歡這個大小 然後再來就是這次的Pro系列的螢幕升級啦 傳聞這次蘋果會使用一種新的螢幕種類 叫做微透鏡陣列OLED螢幕 那英文是MLAOLED 那透過這個新的螢幕 讓OLED的螢幕亮度變得更高 也可以避免說過度耗電的情況在 就增加它續航力啦 我本來自己是有在期待說 會不會使用上iPad Pro那一塊 新的雙層OLED的螢幕 但是目前看起來它的良率啊 還有它的產能好像都不太夠 而且成本應該太高啦 所以iPhone16 Pro系列 是應該不會使用上iPad Pro的那個雙層OLED 就稍微比較可惜一點 然後再來第四個更動就是 全系列取消了側邊的菁英鍵 全部改成動作按鈕啦 這次的iPhone16和iPhone16 Plus 都會取消原本的菁英撥桿的那個設計 就那個紓壓的小玩意 就這樣從iPhone16上全部消失了 是有點練得難過啦 那這次的iPhone16 會全系列都搭載了動作按鈕 就是15Pro新增的那個動作按鈕 那你比較喜歡動作按鈕 還是原本的菁英撥桿呢 還是說不需要這個按鈕也行 就底下留言一下啦 我自己是蠻喜歡那個靜音撥桿啦 撥的那個聲音卡卡卡卡的 是蠻舒壓的 而且其實只要蘋果把這個 自訂性開放出來 讓你可以自地設定說 撥On或撥Off是啟動什麼功能 可玩性其實就增加許多啦 不過iPhone16現在是全部把它拔掉 就稍微可惜了一點 然後再來第五個爆料消息就是 電源鍵下方多了一個莫名的孔位啦 謠傳是拍照按鈕啊 那這次的iPhone16在電源的下方 它多了一個新的孔位 那這個位置原本應該是 毫米波天線的位置 不過因為這次iPhone16外流的模具 都有特別開出這個位置啦 所以它應該不單純只是天線 應該會是一個新的按鈕 那謠傳是新的拍照用的按鈕 有點類似Sony的快門按鍵 不過蘋果是會把這個做成 電容式的按鈕 而非實體的按鈕啊 就蠻微妙的 那至於有些人會猜說 這個會不會是指紋解鎖 就是Touch ID的部分 我自己覺得只要Face ID 還是健在的情況下 沒有看到正面螢幕 有太多變動的情況下 我覺得應該不太可能 Face ID和Touch ID同步並行啦 所以應該不會是指紋解鎖的部分 就多了一點點意外的小變數啊 到時候可以期待一下說 這個位置到底是什麼新的功能 那在進入下一個環節之前呢 我要先來介紹 Insta360的三軸穩定器 Insta360 Flow啦 那這款穩定器最強的部分 就是它的AI追蹤功能啊 可以完美的追蹤你啊 就像是攝影師幫你跟拍一樣 追蹤效果十分的良好 而且即使人物被短摘的遮蓋住時呢 他會放大視角來找你啊 這個AI真的超強 那前後鏡頭都可以使用 非常的不錯 而且這款穩定器 使用起來真的超級方便 你夾上手機轉開後呢 馬上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完全不需要像其他穩定器一樣 先調平 就真的是隨開即用啊 非常的好用 它的底座也自備一個腳架 你就可以放在桌面上做使用 就不需要再額外去處理一個腳架 非常的方便 然後最後一個重點就是 它非常的美啊 然後體積也很小巧 真的是穩定器的首選 如果你最近剛好缺一台穩定器的話 可以透過我資訊欄 或資點留言的連結去購買 雖然是小巧贊助我一下啦 那我們就繼續回到影片之中啦 那第六個要爆料就是 iPhone 16和iPhone 16 Plus 依舊不會有120Hz的ProMotion啊 那這次的16和16 Plus 蘋果依舊沒有下放120Hz的ProMotion 應該還是企圖使用這一點 來切割Pro和非Pro系列 而且這一點也可以從電池容量的更動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次的16 iPhone 16的電池容量 有稍微增加一點點 但沒有增加到 我覺得可以cover120Hz的量啦 那iPhone 16 Plus就更扯啦 它電池容量不增反檢啦 我猜應該是因為上次 iPhone 15 Plus的續航力太好了 導致它跟Pro Max有點打架 最期間的Pro Max 現在不是續航力最好 這點就稍微有點尷尬 所以這一次的16 反而電池容量是有一點點下降 就很奇妙 非常的有意思 應該就只有蘋果才可以做得出這種 砍電池容量的事情在 It's something only Apple can do 真的是蠻妙的 然後再來第七個就是鏡頭有了升級啦 這次的iPhone 16和iPhone 16 Plus的超廣角 會有一個升級 會支援自動對焦啊 和微距拍攝的部分 而iPhone 16 Pro和iPhone 16 Pro Max的超廣角 也會有一個升級 會從原本的1200萬畫素 升級到4800萬畫素啊 這樣你每次在主鏡頭 切換超廣角時 你就不會有那個畫質 減損的那個感覺在 應該會不錯 而且此外是 這次的iPhone 16 Pro呢 也傳聞說 會換上新的5倍長焦鏡頭啊 就跟iPhone 15 Pro Max 一樣的那個5倍長焦鏡頭 捨棄了原本的3倍啊 讓Pro和Pro Max的相機規格是一致 這個消息真的超棒 這樣我就再也不需要 因為相機的表現被迫 要選到最大台的Pro Max 我只要拿Pro就好 那至於相機的部分 最後一個升級就是 蘋果表示這次的主鏡頭 會改善鬼影的部分啊 讓主鏡頭的照片的 鬼影的情況減輕蠻多 而且此外也會增加照片 細節的解析力啊 不知道這個鬼影的效率是不是真的 但如果是真的的話 那真的很不錯 因為蘋果手機 一直以來都是鬼影重重啊 你每次只要在晚上夜景的時候呢 你只要拍一些 光源比較強烈的地方 像是燈泡啊 路燈啊 都會出現鬼影啊 就非常的麻煩 希望這點是真的有所改進 然後再來第八個爆料就是 這次的晶片也有升級啦 全部都會直上A18系列 這次的iPhone16晶片呢 都會採取台地鏈的 第二代3奈米製程 而且全系列都會直上A18系列啦 iPhone16和iPhone16 Plus 應該會是A18 而iPhone16 Pro跟iPhone16 Pro Max 則會是A18 Pro啊 那傳聞新的晶片 會有顯著的節能表現啊 續航力會更好 就可以期待一下啦 那再來第九個就是散熱改善啦 這次的iPhone16 Pro呢 和iPhone16 Pro Max 將會使用新的 石墨烯散熱系統啊 那此外 它有在電池模組外 包覆一層金屬外殼啊 加強手機的散熱 我猜應該是因為iPhone15的散熱狀況 實在是太悲慘了 發熱的情況非常嚴重啊 在我的新的影片也有看到 它發熱狀況是真的非常的淒涼 所以這次的16系列呢 蘋果特別加強了散熱的部分啊 那新的散熱系統究竟壓不壓得住這個新的晶片呢 到時候等我實際買到iPhone16 Pro系列之後呢 我會直接做一個上手實測啊 所以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才不會錯過囉 然後最後一個 第十個爆料就是上市日期啦 那預計這一次的iPhone16系列呢 都會在9月中進行上市啊 並不會有延後的部分 而且會是全部四台手機都同時在那個發表會上市 並不會再拆整兩次 那除了iPhone16系列以外呢 這次在9月份那個發表會 預計也會有Apple Watch的一個更新啊 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啦 好啦那差不多就是今天的爆料總整理啦 我自己覺得有蠻多東西可以期待一下 那你們覺得哪個爆料是最吸引你的 或者是你有還有什麼其他爆料 是我沒有提到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啦 那最後如果你是需要三軸穩定器的 也十分推薦你去看一下資訊欄 和自己留言的連結看看 Insta360 Flow是真的蠻好用的 那最後最後 如果你覺得今天影片有點意思的話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充施一下10萬訂閱啊 也記得把這部影片分享給你 所有想買iPhone的朋友們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瞧瞧掰掰